10月中旬开始就是老年医保的更换期 对此 红兰卡白卡医保业务代理人林慧梅指出 2022年度的联邦健保福利计划中 是红兰卡者更换计划的时间 在10月15日至12月7日之间 每年的计划的更新都要根据保险公司的调查 看看每一个人的需求 在哪一方面的需求比较多 他们就会在这个保单里面的耐用就会有更改 他介绍红兰卡的A覆盖医院费用 B则覆盖医疗 医疗器材等 以及part D处方药没覆盖的费用 红兰卡的A B只是覆盖给你们80% 20%那就要由我们自己来去承担 那我们就要加入一个计划 叫做Medicare Advantage Plan 就是part C part C的部分就会帮我们覆盖了这个 A跟B20%不覆盖的 另外他提醒 加州全保的开放期为10月15日 至明年1月31日 民众要把握时间申请或更新 今年Individual Health就有一个法案 American Rescue Plan 它是给一些疫情下保费的补助 那基本上的保费就是只有一块钱一个月 根据你们的大家的收入来去审批的 由美国联邦政府提供的Medicare 俗称红兰卡 是专门保障65岁 即以上老人退休以后的医疗保险计划 而州政府的医疗保险白卡全年开放 符合资格的低收入户都可申请 新唐人记者郭耶稀 江灵达 洛杉矶采访报道